继北京、南京、沈阳等城市的演出以后 亚洲歌王任贤奇绝对一彪而红 8月3日 他就将来到上海奔驰文化中心继续狂飙 6月3日 任贤奇也是专程来到上海为自己的演唱会宣传造势 而一开场 任贤奇就携手MP魔幻力量带来了摇滚LUV秀 瞬间就引爆全场 上海场的演出堪称是内地巡演的旗舰版 制作规模和表演时长都将照搬台北小巨蛋的盛况 虽然距离开场还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不过上海站的出票情况出奇的好 目前销售成绩更是突破了200万元 相较于其他歌手的增加场次 小琪则表现得十分谦逊和保守 我一开始都设定一场了 因为我没有想太多 只是觉得 好好先把它表演好 然后没有想说要不要加场 如果说真的太热烈了 再来考虑 任贤奇重情重义的个性 让他结交了圈内外好友无数 因此他的演唱会上常常嘉宾云集 台上台下更是星光熠熠 不过对于上海站的演出 小琪希望可以更多的和歌迷分享自己的歌 于是他也不得已婉拒起了好友们的助阵 其实我一路都在拒绝 因为太多人要来了 我每次想说 我的演唱会好像滚石30 这么多人 然后我都少唱了很多歌 其实我的节目有一些设计 有一些贯穿 如果嘉宾要来 我可能会想说 哪一个环节比较适合他 会不会有新的惊喜 会不会有什么火花 所以我目前来说 都保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因为我想多唱一些歌给大家 我的人缘很好 所以大家都想要来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 找机会先请他们吃饭 然后很委婉地说 我的曲目太多了 如果你来的时候 可能在哪个地方会什么缓解 找一个比较委婉的理由 去婉拒这样 据悉人嫌弃的好友品贯 在当天的微博上宣布 自己在5月31日升级做了爸爸 对于这个好消息 小七在吃惊之余 也立刻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怎么没有人跟我讲呢 就前两天耶 啊真的啊 我很开心耶 他没有跟我说 他可能 有点保密 到现在才跟大家说 对我们来说 可能我们这年纪在 传承一些生命的 跟一些 可能要肩负更多的责任 然后对我来说 生育 完了之后要好好地养育跟教育 所以我觉得 像品贯 他的责任应该也会越来越重大 然后也希望他能够 不能像我 因为我 到现在都还没有学好 怎么当一个爸爸 希望他能够 好好地照顾他的下一代 然后 享受这个生命带来的喜悦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 感谢观看